王志志 王志志 作为中国男兰的移动长城之一 颠簸时期在国家队更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王志志的NBA生涯不算成功 甚至当年为了NBA梦想 一度被国家队出名 还背负上了叛徒的标签 故身多年后才成功返回 最终重返国家队 1977年王志志出生于北京 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 他从7岁就开始接触篮球 14岁进入八一队 17岁入选国家集训队 22岁被小牛选中 为了能留在NBA 王志志私下和兰街主席沟通 被允许留在美国 但是一名女记者发表长篇大论 称王志志拒绝为国家队效力 事情影响很大 2002年的10月9日 中国蓝鞋把王志志开出国家队 王志志成功背国 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 王志志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要不是妻子不断鼓励 王志志或许已经退役 当时宋良一边安慰大志 一边帮助他联系国内 最后经过协商和沟通 王志志重新回家 也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国家队生涯 王志志妻子宋良是圈外人 年长他三岁曾有过一段 失败婚姻有一女 王志志与妻子第一次相识 拖去戏剧色彩 一次在机场后车市 因手机没电 借用他的手机而认识的 之后通过相处最终相恋 经过六个月恋爱 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2004年 王志志有了儿子王希林 逐渐已经14岁身高超过一米九十 由于儿子出生在美国 大家都觉得 那是不是美国国籍 但是王志志却说了五个字 他是中国人 王志志以后不想让儿子打篮球 表示这条路太苦了 不过以后儿子会不会打篮球 还是尊重孩子选择